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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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 2023年的回顧 哇 我想說你現在有點特效 我要討論一下 為什麼我們這次要做這個影片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在一起 這麼久 或是頻道也這麼久了 從來沒有做過回顧影片 幹什麼在今年就做了這個回顧 妳這樣沒做過回顧影片嗎 好像沒有吧 我有一個很大的體悟 就是我認為我在30幾歲 就是大概今年左右 特別到這一年我才徹底的理解 每一年做計畫 然後明年省事 然後再做明年的計畫 這種感覺 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 今年生了小孩 有點像徹底過來一個週期 因為我們的生小孩方式 是透過好幾年的計畫 才最後完成了一大個事情 所以我才覺得 原來我這麼多年在做的事情 終於有成果了 妳就會更會相信說 我做了計畫 然後我去實踐 然後最後得到成果 甚至這是一個 三四年的計畫的時候 妳就特別有感覺 特別有體悟這樣子 我問妳 妳人生第一次開始做這種 什麼年過了 從明年開始寫一些計畫 明年我要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妳什麼時候第一次做這種事情 我跟妳在一起 照才做的計畫 不然我其實每年 只是許一個新年的願望 like what 健康有錢 因為我怕的是我有錢 但沒有健康花 就像許在一起這樣 我的有錢其實很簡單 我喜歡什麼 或是我在乎的人喜歡什麼 我可以不要在那邊看價錢 有些人會因為什麼 多買了一個玩具 或是玩具太貴的 少了幾餐 我覺得這樣就是不夠有錢 更好就是哪一天看到一台什麼 好在名車我也可以 喜歡就把我買下來 我覺得這樣的有錢也是可以的 好好好 我第一次我覺得是我大學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同班同學大家都在 同學 大家都在寫說 今年過了 今年完成了什麼 我覺得這種風氣會讓 身旁的每一個人都會想說 我是不是也應該來做這個事情 然後我就會發現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要幹嘛 只是因為大家都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跟著做了 事實上有做到嗎 好像也 嗯 妳說這個我知道 那妳身邊的人有達成嗎 我覺得沒有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會因為 畢業之後 妳就必須去找一份工作來養活自己 然後妳很難真的去實現做 妳真的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有達成的人真的 少之又少 對我覺得我完成率也很低 但不是因為我沒有做 而是我可能有稍微往那地方做 可是並不一定可行 我就發現我做的事情 都跟我那個計畫沒有關係 可是我這邊好像也做得很好 好像越靠近30歲之後 我做的計畫會越符合實際發生的情況 30歲的時候好像其實根本不了解自己 你有想要的樣子 跟你能力可以到的樣子 跟你了不了解自己能不能做到 那好像是兩件事情 零肉分離的感覺 不管你是30歲還20幾歲的人 你都可以想一下說 30幾歲那你有沒有更了解自己了呢 你要做的事情是不是都 如你的想法跟方向去進行 或者你20幾歲的人 你有沒有了解你自己 還是說你其實不了解自己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裡就有兩個 20幾歲不是很了解自己的人 我們現在來說一下我們在一起 這幾年到底完成了什麼事 我們2017年在一起 然後要回顧到2063年對吧 你現在算幾年嗎 六年 來說一下我們做到什麼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在一起的時候很可愛 因為我們交往三天就想要結婚嘛 第一個大目標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 屬於我們自己的家 不是租房 是真正買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家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家完全打造成我們想要的樣子 然後要養一隻狗 第一個妳就是說要養一隻狗啊 這隻 這隻狗真的很煩 牠是狗 這隻狗就是狗 真的很像狗 然後還有我們生了小孩嗎 對還有我們生了小孩 我還記得那時候 為了要有這個小孩 我們不只前面先了解這件事情 然後動軟 金子跟軟子都到加州那邊去結合 中間都還要搭乘運輸啊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不只是了解你還有有錢 而且錢會隨著那個通膨價格 又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為了這個小孩 最終辭職 把我原本的工作辭掉 然後去做了這件事情 而且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都很大 它是有一個時間順序的 所以這件事情必須看你房子什麼時候達成這件事情 我們買房子2021年是我們交往後的四年 我們立下目標四年後才達成 一年半兩年小孩才出生 所以我們其實花了四五年的時間 在計劃這件事情 然後一直在往這個方向前進 剛好在很接近的時間點全部完成 很多人都覺得我們很有錢 但是不是我覺得我們是為了這個目標 我們提前了四五年就在準備 我覺得那時候真的是魂都要飛了耶 我說當你做很多工作的時候 對啊我覺得我每天都看到聖光 開會的時候都兩眼快要上吊了 我的主管一直想說 你到底昨天去幹嘛了 所以為了完成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工作上面一直在做挑戰 去找一個更適合自己的工作 不管是時間上更有效率 或者是獲得上面更有效率 所以那時候要離職的時候 其實我很糾結 因為我覺得我原本的工作真的也很好 可是我為了不想要讓我自己帶著一個 緊張的情緒去懷孕 我覺得這樣對身體很不健康 心理的壓力會造成身體的不健康 其實辭職之後我就也沒有回去科技業了 我們就是做兔女郎這份工作 曾經因為只做兔女郎這份工作 很焦慮 因為好像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 科技業才是正直 我中間我覺得花了很多時間去克服這一種 觀念上的衝突 兔女郎也是一份收入啊 你又不能說他不是 可是為什麼我要這樣子去看待這份工作 我有一天突然就是醒過來 就覺得說 我沒有在尊重兔女郎這份工作 所以我一直會有那一種想法 你也投入很多時間 你也想把事情都做到完美 我就是在做這份工作 投入了時間精力去做這份工作 我就是徹徹底底的在做這份工作 我怎麼一直把它視為副業呢 所以後來我就改念 我現在就是個自由工作者啊 欸 整個工作的狀態就整個不一樣了 對 而且我覺得你會開始投入更多的資源 比如說你會更換設備 整體的結果 我覺得都比以前還要更進步 因為正是這個職業 我們想要全部都接回來 組建自己的團隊 花了一點時間 但沒有很久 步上正軌了 團隊要一直調整啊 開會 檢討 然後計畫 其實就是我們的2023欸 但我覺得小孩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佔了很大很大很大的一個 因為包含小孩出生之後 我身分上的轉換 我的生命中多了另外一個生命要負責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切我的時間給他 再把剩下的時間去完成我所有的工作 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計畫2023的時候 你有問我一句說 2023就生小孩嗎 可是你8月就生了 我記得你問我這句話 我說可是我們8月到12月至少都還要習慣這個小孩 對齁對齁對齁 沒當過嗎 我想要跟洋寵物一樣走開 而且我覺得8月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生他這整件事情 雖然講起來只有一件大事 或是兩件大事 可是為了完成這兩件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哪裡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們真的是很可愛欸 你還給我跑欸 要不然你去那邊 好所以我們2023年就是完成這兩件大事 但是中間有無數的小事 可是我覺得很多東西是銜接在一起的 我們那時候買這個家 才剛裝潢完入住之後 我們就趕著去美國 一路到從美國回來 我們才好好體驗我們這個家 然後每天起來的第一件事情 我都覺得好幸福好快樂 因為我有這個家 一切你計畫那麼久 你前陣子辛苦那麼多 在2023年開花結果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然後以至於我們現在有辦法回顧說 對我2023年幹了這個大事 所以我覺得嚴格說起來就是 家跟小孩 完成了這兩個大事之後 你的未來明年你要做什麼 有一些明年要做的事情 其實從今年就開始佈局了 提前的準備這樣 明年才有辦法去 執行 往實現它的路向邁進 通常在一個年尾的時候 你就會漸漸知道明年要幹嘛了 你這樣子跟你大學說 走這條路又輕鬆又好 所以我就往這條路走嗎 有什麼差別 有差別啊就是你那時候會講些冠冕堂皇的 我以前會 我要是什麼去實習啊 然後怎麼樣 小時候那種比較像是 大家覺得的好 所以應該要往那個方向前進 對 但現在比較像是 我才不在乎你覺得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好就好 我要往那個方向前進 你解釋得真好 我現在只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不在乎別人眼光怎麼看我 我現在很明白我自己適合什麼 我現在想做什麼事情 以及什麼事情離我越來越近 我要在一個很近的未來去完成它 去做它 我會做得到 2024年我呢 有一個想要是 這是純粹自己真的很想要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去歐洲或者是夏威夷一趟 戴上我的那一種嗎 對啊 不然我自己去啊 但我怎麼活下去 我要你跟我去啊 我覺得我的能力差不多到 我可以做這件事情 不會是很大的壓力 不會說好像花了這個錢 然後我生活就過得很辛苦 當然其實還是真的有很大一筆錢 我覺得出國這件事情 年輕跟長大後也會不太一樣 年輕就是玩 但長大之後就覺得 雖然是要花錢 但是我覺得我獲得的東西是 勝過於錢 錢可能再賺就有了 美好的回憶 用這樣的錢可以買到還是很值得 更換算 再來就是我們想要做一下我們的副業 喔這個副業不是兔娘 兔娘已經是正值 發展除了兔女狼以外的事業體這樣 這2020年我們還要籌備 2025年年初就要去美國做第二個寶寶的事情 這件事情也夠大 這三件事就夠強辣的 大家覺得身小有什麼要籌備 其實我覺得籌備不只是整個身體 心理的狀態 你還要做一些規劃跟安排 因為我們去美國之後會待一段時間 那這一段時間的工作 你要怎麼去協調跟安排 這個都是需要規劃的 而且這一套我們會帶恭喜一起去 這也都要規劃 萬歲 這次就沒辦法帶你了 我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但因為你去過啦 你還差點回布來記得嗎 但其實主要是因為有小孩 我覺得狗就是一個小孩了 我覺得要帶兩個小孩我 不太行 靠的會不會太近了 我還是愛你啊寶貝 我還是愛你 今天分享的有點長 我還是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最大的啟示就是 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觸幾乘的 就是很多事情也不是說 透過一年一年的計畫 一年好像就真的會完成一件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是要靠好幾年的計畫 跟好幾年這樣累積 才有辦法完成的一個中期的目標 當然我們透過我們人生經驗告訴你們說 原來做這樣的計畫是真的有用的 有一天你就會回頭看你這些成熟的果子 所以你就會感到很甘甜很滿足 所以我覺得計畫還是要做 雖然你的計畫可能會放在後年或 五年後才會實現 但是你必須要開始計畫 每年如果都有做到某一個程度的話 那就算是一個短期目標達成嘛 有計畫才會有期待跟動力 完成之後就覺得 我真棒 再跟大家說其實我們為了完成這些計畫 我們甚至到我覺得是兩三天 就在拿出這個計畫編一次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蠻瘋狂的仔細想 就是要一直提醒你 今年要做這件事情 要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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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對可是它不是只是拿字出來看 很重點的就是要一直調整 這是為什麼兩三天 我們兩個就會聊一些這些事情 因為一直調整一直調整 好愛談論我們的未來跟計畫 跟未來的樣貌 每個月就是成績單的時候 檢討為什麼沒做到 就是一起幻想 像我們那時候還沒生恭喜的時候 也會想說 恭喜出生的時候怎麼樣怎麼樣 你把這個畫面想得越真實 你的計畫就會越靠近你 因為你會越有動力去達成 因為你會覺得這件事情是可惜的 你好像就已經看到它實現的樣子 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這一些 這是我們人生的歷程分享 希望對大家可以有幫助 如果你們有一些中期或長期的計畫的話 或許可以參考我們的歷程這樣子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要說掰掰 而且說掰掰 這裡 這裡 躲起來